第七十二节 地前辩证 顾锦芝跟着祖父 夜里住在太后娘娘昆宁宫旁边的片殿里 昆宁宫坐北朝南 九尖连郎 刘瓦重年 富丽辉煌 这道和后世的昆宁宫很像 可是顾锦芝记得 历史上的这个时期 还没有开始进昆宁宫 要过好几年才有 也许是自己的历史知识单薄 误读了野史 也或者这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朝代 只是个平行的空间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历史上 这个时期的皇帝 是位篡位成功 千古留名的伟大帝王 并非自己白日见到的 那位斯文俊朗的青年 真实历史上的那位伟大帝王 乃是树厨 迪姆和生母皆早逝 更没有了这么位太后了 呵抠的两声 老爷子手指重重地 敲顾锦芝的桌面 他发呆的时间有点长了 顾锦芝回神 冲老爷子笑 阿拉这半日都呆了 可想明白了 太后娘娘的禀音 老爷子板起脸孔问 老爷子神态不带一丝笑意 跟往日祖孙俩念书时一样 严肃地看着顾锦芝 仿佛答错了 就要用戒齿打手把 顾锦芝也是真的没有想到 老爷子会找他上京 来给太后娘娘瞧病 他总觉得 有些话一直藏在他和祖父之间 那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他不肯信任祖父 不愿意河畔拖出 祖父就不问 老爷子的性格素来怪癖 从脉下和气色乔来 太后娘娘哭售得厉害 只存了最后一缕生机 定是酒壳 过井之两了心神 只谈病情 我初估计 咳嗽定是一年半左右 从不间断 仅仅是有时轻 有时重 常有夜间平壳 顾锦芝徐徐道来 语气非常的肯定 他对自己说出口的判断 从不模棱两可 都是非常肯定 只是以高人胆大呀 老爷子心头微动 震撼比以往都强烈 至少他从太后的脉象和气色上 只能看出太后身体受损已久 却说不出准确的时间 他面上不露情绪 等顾锦芝说完 他才微微汗手 皇上跟我说 海后娘娘是前年七月发病 当初只以为是风寒 使了些树导计 可后来并不仅风寒 凡儿地壳不止 白日不发 夜离半夜咳嗽 难以入睡 顾老爷子说道 顾锦芝点点头 嗯 正是如此 两人正在说话 外边传来了小太监的声音 皇上请顾是非和顾锦芝 到昆宁宫说话 祖孙俩的话题就打断了 他们早上进宫的 只因为太后娘娘那边 有两位胡广来的神医就诊 顾锦芝和顾是非 就歇在了太医院 和秦威寺说话 到了下午丑正 才宣了他们祖孙俩进昆宁宫 可巧 太后娘娘吃了药 正在安睡 任何人都不敢打扰 顾老爷子和顾锦芝又等到了 隐正 太后娘娘醒来 看到是顾老爷子 目光里露出了几份欣喜 顾老爷子说让顾锦芝给他号码 他只是微微一沉思 就让顾锦芝瞧了 昨天他很相信顾老爷子 给顾老爷子极大的面子 顾锦芝倒也不怕事 笑盈盈地跟太后请安 就坐下来号卖 他还在号卖 皇帝和顾锦芝的大伯 顾炎涛进来看望太后 正好撞上了 太后示意他们别出声 别打扰了顾锦芝 当时皇帝和顾炎涛 都是错愕不已 一个小小的孩子在那里号卖 总叫人觉得滑稽 顾锦芝的卖刚刚号完 皇帝要问他的话 外面的太监进来说 下手府在御书房等陛下 有紧急奏本陈总 皇帝为难地看了一眼太后 太后娘娘虚弱得道 皇上 且忙去吧 皇帝这才行了礼 带着顾炎涛走了出去 顾锦芝好完满 自然是不好跟太后娘娘说并行的 太后娘娘也不相信他 根本没问他 看得如何 只是问他 今年几岁了 在家里读了些什么书啊 说了婆家不曾呢 进京路上好玩吗 等等 冬日的夜 来得特别早 太后娘娘知道城里快要宵进 就让顾锦芝和顾老爷子 歇在他的偏殿 等会儿 皇上肯定要问 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顾锦芝和顾老爷子 就歇在了昆宁宫的偏殿 果然 没过一个时辰 他们祖孙刚刚吃完饭坐下 准备商讨一下太后的病情 皇帝就叫人来请了 不在朝上 皇帝换了绣龙纹的青丑袍子 端坐在昆宁宫的西哨间 请了顾世妃和顾锦芝说话 祖孙俩进屋就跪下 跟皇帝磕头行礼 快平身 皇帝的声音温纯敦厚 很是好听 郭景芝自己很快爬起来 还掺了祖父一把 皇帝瞧着 眼底就有了些淡笑 往年逢年过节 在太后这里 也会偶然碰到几位 王贵贵咒家的千金小姐 那些小姐见了皇帝 个个色色发抖 当然 有时也见过温婉大方 知书达理的 可是 没有一个像顾锦芝这样 他倒不是大方得体 而是 根本就不觉得 皇帝有什么可怕 是个出生牛犊 不怕虎的孩子 还知道掺扶祖父一把 也是个至孝的孩子 皇帝自己是个至孝之人 也是以孝之天下 他特别喜欢孝顺的人 他对顾锦芝的行为 不以为伍 反而微微汗手 此座 等祖孙俩行了礼 皇帝喊工人 搬了井物给他们祖孙坐 两人又是道谢 坐了下来 母后的病 上午从胡广来的 钱大夫和莫大夫 都做了诊断 管人并未叫煎药 还想再听听 顾国公的意思 皇帝轻声道 态度很和蔼 他母亲病了 对待每个大夫 他的态度都很谦和 上次顾世妃看了药方 镇了两个月 太后的病情清减了些 咳嗽病却没有完全消除 到了十月 日子天寒地冻 太后又开始反复 可能清减些病情 也是不容易的 这一年多 能让太后的病情 清缓几分的大夫 数不出五位 所以皇帝并没有怪罪顾世妃 而是求他再想想法子 顾世妃说 他的法子要等到两个月后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 他的法子不知道有没有 只知道他把孙女带进了宫 皇帝暂时不准备和大夫交进 他需要他们给太后救命 所以他对待每个大夫 都很宽容 要不然 顾世妃带个孩子进宫 皇帝是要发火的 老臣 也诗 也想不出法子 顾世妃声音不卑不亢 好似治不好病 并不是他这个大夫的失职 而是件普通平常的事 他的心态 比任何人都好 所以太后信他 皇帝也信他 老臣这孙女 自有跟着老臣学医 天夫一禀 他倒是有些见识 顾世妃指了指顾锦之 皇帝的眉头不经意的醋了醋 而后又轻轻放开 笑着道 顾小姐可有十岁 这么小就会巧饼 真是 异财呀 顾世妃表情不变 一句谬赞 也没有谦虚下 让皇帝心里有了好奇 难不成世上 真有超多繁琐的奇才 回陛下 民女今年十二岁整 略通辞皇 愿为太后娘娘和陛下笑吏 顾锦之起身 行了一礼 答了话 皇帝又让他做下回话 太后的病 顾小姐可有高见吗 高见自是不敢当 顾锦之笑着道 声音清脆 清晰 不过 民女倒能猜测到 以往大夫和太医的见解和用药 皇帝对她的回答有些意外 咳嗽不离肺 或轩肺 或清肺 或枪乏胃气 与润肺 要方 左不过举梗 苏叶 亦或是鱼心草 黄旗 再不过是大贝母 顾锦之道 皇帝脸上露出了惊恶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顾锦之 自从母后染了这怪病 皇帝就请变了名医 太医院的不行 去京城和附近地方找知名大夫 又不行 远走湖广 江南 药方她更是见过的 病理也听那些大夫分析过无数次 真的正如顾锦之所言 全部不离肺 用尽了方法来治肺 每次的药 也是如顾锦之所言的这些 要是再请个新的大夫 她说的方子和病理与以往相同 皇帝都能辨别出来 是好坏 这就叫做九病成一 没人像顾锦之这样 一口气说了这些话 皇帝背的震了一下 心里对她的不信任和成见 一下子减了三分 祖父医术俩得 用药不仅仅是从肺乳上 还治了咽咽 顾锦之断定的道 顾世妃没有开口 她的手指也紧紧地攥在一起 谈或是往日 直觉的顾锦之特别自信 那么 今日 她这一手 未不先知 又是从何而来呢 顾老爷子自负 见多识广 又气性超脱 仍是被顾锦之这一番话 震得心神不宁 皇帝 则对顾锦之说顾老爷子的方子 没多大感触 他只当是这祖孙俩谈过的 可顾锦之能说出这么一大头 也是前面大夫未提及的 皇帝心里泛起了一丝希望 这丝希望 在和她对顾锦之这个孩子的不信任 做争斗 那顾小姐 可有更高明的诊断呢 皇帝最终被那丝希望占领了心神 只要有希望 她就应该给母后试试 前长一点上 有本严氏一画 其中严氏对有位不知名的大夫 五脏六腑接令人壳 视为谬他 大肆反驳且嘲笑 我倒以为 严氏见识浅薄 反而是那位 五脏六腑接令人壳的大夫 有独特的着剑 顾锦之的 皇帝不懂音力 就望向了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的神色很奇怪 他似乎想让顾锦之不要答言不惭 可而后想起了什么 神态又俩了下去 继续不动声色 皇帝就疑惑了 顾锦之说的到底对不对呢 皇帝不动声色